热腾腾的乳白色汤汁倒进浄了冬粉的石锅里 再丢入炖好的牛肉片汤头沸腾后加入葱花立即起锅 纤维满满的牛骨汤就大功构成 但是想自己煮出这碗汤可不简单 浸泡12个小时的牛大骨放入热水汤烫去血水 最后再另外加入蔬果熬煮12小时提升汤头鲜甜 得一直煮到牛骨髓融在汤里呈现浓稠乳白色 还有筋肉分离才是正统的韩式牛骨汤 而中医师则认为在还不够冷的时候 先用大骨汤四神汤的暖暖身是不错的方法 不过味道香浓营养高的牛骨汤可不是人人都能喝 因为烹煮过程中容易产生高普林 所以通风患者不能喝太多 另外体质湿热以及肠胃不适者也要少碰为妙 从开始立冬温度就开始整个往下走 慢慢的就是往下走 所以在立冬的时候其实不用吃的太照热 但是要开始把我们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先调一调 让它渐渐的进入到 所以如果你之前都没有开始补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健脾然后补肾养血 立冬进补打好身体基础好过冬 不过也得依照身体状况来调整 免得一不小心不过头反而得不偿失 记者张诗奎谢文怡台北报道